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凡 没想到变成这样了 前面呢 给老子站 站住 食物 物资和金河 统统给 给老子交出来 没错 你人也留下 我们就放过你们 我们都是异能者 这可是凭实力说话 可我不想留下啊 因为你们只不过是 一群软蛋罢了 小牛 你说什么 不想活了吗 我说 软弱无能 只会击负更弱者的王八蛋 有什么本事让我留下来 慢点 他们打劫呢 我作为首领 不能不稍微尊重一下 打劫应该是用实力说话 你们的回应呢 C区九级十三号 怎么走 这位大哥 您去C区做什么 那是混乱之地啊 带我去 C区一手横行 我们异能者随时都会挂在那里 我说 你带我去 我知道了 这就走 去C区的路其实很多 就是没几个人敢去送死 当然大哥你有实力 你不是送死 可惜他们身上的物资了 掉在C区 我们不好去捡 捡个屁啊 在末世里多活几天不好吗 这是C区 这地方根本没有人吧 到处都是尸体烧焦的味道 端木姐姐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端木最后的讯息 就是C区九级十三号 我们的方向应该没有错 前世 天伦在终极挑战场后 就把总部搬到了这里 肯定有原因 端木他们 极有可能在这里 而且 有无法 我们很快就到海天城了 你们到底在哪儿 收到请回复 收到请回复 端木他们 应该没事吧 收到请回复 全是杂议 他们在哪儿 C区 九 三 信号断了 C区九级十三号 我们很快就能赶到 他们会平安无事的 这地方就是C区了 目前一切平安 四 四季 我们快跑吧 跑了 四季 四季丧尸 这还只是外围 再往里面走 确实很危险 五阶 甚至六阶的丧尸 应该也不少 廖才廖女 大哥大姐 求求你们 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想死啊 你刚才抢劫的时候 不是很嚣张吗 不想去也可以 现在就弄死你 算了 滚吧 谢谢大哥饶命 杨大哥 为什么饶了他 末世里 大家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任何道德都丢开了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滥杀 这几个人没有伤害我们的能力 强大很重要 不被力量蒙蔽 心智也很重要 我好像 怎么了 你这吗 我去看看 你看见什么了 有人 被几头五阶一手包围了 人 什么人这么厉害 被五阶一手包围 而不是吃掉 不管什么人 先过去看看再说 除了追求实力 还有其他东西 值得我们努力 我好像懂了 小兄弟 跟紧 别足丢了 哦 好 妹儿 想开点 老实交代出 其他人的位置 然后 你做我的女人 我保证对你温柔一点 可笑 那我宁愿死 既然如此 我会让你在我手里 生不如死 坚持不住了 小语 不能和你一起战斗下去 哪个不张眼的 手捞过剑了吧 你没事吧 杨大哥 有什么等下再讲 我先收拾眼前的敌人 接好了 我们的人 没问题 别惊讶 我是星火的新人哦 红头发的妹妹 你既然能控制四只五阶一手 实力不错 那你还敢从我手里抢人 小宝贝们 杀了他 你真是极色极蜂 谁 还有谁来抢人 别碰狗咯 竟然打伤了我的小宝贝 不能再打了 小美人以后有的事 小美人 我不要了 你们等个墙 往哪儿走啊 老头 区区一个毛都没长气的孩子 这么嚣张 给我踩死他 你头上也没什么毛呀 我看给你看 奇迹 怎么了 你怎么会这样 我的一兽军团 金山输给如此猥琐变态的几个人 逃 刘德青山在 不愁没柴手 那个小杂种踩着我 你哪个势力的 为什么要追杀我的人 说出来 我吓死你们 有本事你动手吧 那位大人 一定会把你都杀谎 既然不说 现在就宰了 慢着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出你们的目的 说了 你就饶了我 没错 我不杀你 哼 要抓那个女人的 是传说中的神使大人 那位神使的目的是 找到那个拥有圣贤异能的大美人 他找林姐姐做什么 听说 是海天城里 某个大人物受了很重的伤 只有高阶圣贤异能的换命 才能救治 换命 应该是同生共命一能 六阶圣贤异能者才能使用 以付出自身生命为代价 老子说完了 你给老子把脚挪开 好 你走吧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吓死我们再打过 等我回去禀告大人弄死你们 你们骗老子 我答应了你 可惜他不答应 伤害我们的人 你没资格活 起来 主人 他能控制异兽 那我也能禁机控制 刘子溪 你帮小云治疗一下 姐姐 我给你治伤 你别生气 好痛 原来子溪你是这么治伤的 小云 其他人呢 他们 情况不太妙 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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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天极限的光 花开城市的胸膛 也说归来冷眼看尽点框 咪咪在手我该何去何往 迷失冒晃的世界 守护最美的天堂 情意是否获得最终希望 还是黑暗之中勇士成王 Time to go back 找到自己 Face my destiny 打破仇的规则 Time to go back 找到自己 Face my destiny 抬起新的命运 It's time to go back 我认识